其实我也非常想问一下一龙 因为我们这样看 今天一龙依然是非常的帅气 是不是 和里面我们的莫三妹 感觉形象差别还挺大的 而且我在开拍之前 我也注意到一龙在微博上 接有个视频 替自己头发的那个视频 当时网友们看的都心痛了 那其实你在接这个角色的这个时候 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还挺开心的 可以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自己 其实看到一龙这几年的作品 风暴到人生大事 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 深刻且有印象的角色 所以一龙你觉得 莫三妹这个角色 最大动力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人物很真实 然后身上非常有烟火气 然后他也是在里面 不断地在成长 我们看到导演 其实在微博上也花石花一龙 变脸的演员 牛的演员 在这儿要不要借着 微博电影之夜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 再安利一下我们朱丁龙这部人生大事 和您自己的作品 因为现在影院还依旧在密耀延期 还在上映 嗯那个 是我们是一部有情有趣的一部电影 老少街老少嫌疑 然后没看了赶紧去看吧 然后拍片不太多了 珍惜时间吧 对